變裝皇后尼菲亞 最近是代表登上了巴黎文化奧運的臺灣館 那麼您看到閃耀上千名的觀眾 在表演尾聲的時候 她更是高喊臺灣 掀起了全場沸騰 還有表演藝術團體小事之作 其實也是首次登場 帶著觀眾認識臺灣的伴桌文化 像是全職銅牌吳世儀 還有像是田徑好手 大家都到現場律庭 像馬兔會變成黃色彩蝶 更是閃耀動人 尼菲亞與風家變裝家族成員 一連串演出展現臺灣多元色彩 表演尾聲尼菲亞更感性大喊 我們就是臺灣掀起全場沸騰 我們把這個放在外面 我知道它說是中國台北 但是在我的世界上 它說是臺灣 臺灣 無話奧運一邁入閉幕倒數 臺灣館隨處可見夜市 珍奶 紅燈籠等臺式元素 就是想讓世界更認識臺灣 而獨下女子拳擊銅牌的吳世儀 以及田徑選手彭茗揚 也紛紛到場響應 承說是在一個 臺灣的特色這樣子 然後早進來有發現 臺灣有很多非常美好的 一個事物 真的都需要在武器上發表發熱 首次登場的表演藝術團體小市製作 跟特地合體法國舞者共同演繹 透過互動彷彿帶著大家 一秒進入臺式伴桌場景 我好像不用特別講臺灣是什麼樣子 我們就是現在臺灣的樣子 臺灣是可以國際化 一個這麼小的小島 可是其實我們都盡量在提供 所有各國的來賓貴賓 感覺到它是一個饗宴 無話奧運臺灣館 吸引世界各地的選手與觀眾集結 共同見證臺灣之美 謝謝同 worksheet 謝謝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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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同學